三集合适,当你可以一手拿着酒杯,一手用着手机,这样的好日子一起不复返了 现在的手机越做越大,体验反而越来越差,非常怀念可以一只手划遍整个屏幕的日子 不都不说现在手机越做越大,然后广告也越来越多,那么像头条,B站这些广告位置坐在下面的话,你单手就能搞定的 但是有些APP我就觉得就非常的恶心,比如说像这种一定要会把放在最远,那我这只手怎么够得到,真的是开玩笑,逼着你去看一些广告 那亮哥今天给大家教授三个很有意思的单手能够操作的一些方式,让你能够更好的去控制你的手机 一个手也能获得非常好的体验 首先我们要打开这边有个叫单手模式,我们只需要在搜索里面打单手模式 之后点击这里,有个单手模式就可以打开了 单手模式是有两种方式,一个是通过手势,还有一个是按钮,按两下主屏幕这个键就会变成单手模式了 那我们来展示一下,那WinUI 3.0之后呢,它的单手模式不像以前了 以前是在这个下方位置往下一滑就好了,现在是要差不多偏上一点在这个位置往下一滑 然后WinUI 3.0的有一个新的功能就是你可以调整它的位置 这点就相对来说非常不错,而且它会记录你的位置的 我上一次打开单手模式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下一次打开的话还是这个位置 然后你也可以通过按住这个边缘就可以把它调整大小 那你就可以获得一个相对来说最适合你的一个手的大小的这样子一个单手模式 这个很多小伙伴不知道 这边有一个侧屏,这个侧屏的面板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 那么看过亮哥之前的一些小伙伴知道你在侧屏面板里面是可以做很多的设置的 一只手把它滑出来,这个滑的时候是有技巧的 如果你装了one hand operation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冲突 那你只是要按住边缘然后把它拉出来就可以非常顺利的把它这样子很轻松的拉出来 那么之前我也做了非常多的快捷键,分屏的快捷键,比如说我想一边看淘宝,一边看京东的话我就可以这样子 好了,它就出来了,非常非常的方便 我也可以通过点击这个图标来上下切换 点击一下这个加号就能把它加到这里的侧边栏里面了 可以看到这里又多了一个 还有非常多的其他的功能,包括说像计数器 手电筒,水平仪 看天气预报啊,然后也可以在它这边的点击这里的应用商店去购买更多 那么我想说最后一个也是比较强的功能呢 就是在good luck里面的,这个叫one hand operation 那这个one hand operation是什么意思呢 经常是可以用通过这种方式来返回桌面 然后通过这边来做一个返回嘛 那one hand operation给你更多的一些控制啊 它可以分为从左边和右边的短滑这样子的横斜右上和斜右下 还有在右手边的左和左右上和左右下 然后还分为长滑和短滑 那么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这边呢有个叫左边的接触 如果呢我短滑的话呢是可以 比如说右线直滑是返回键 就像这样子就是返回键 然后呢对上角是最近就可以看到最近了 右下角呢往右下角滑的是返回主桌面 这边的话呢还有个叫长距离滑动 什么叫长距离滑动呢 就是你一直往右拉 可以看到我这边的灯就打开了吗 在这里是选择的一个长右滑是打开手电筒 然后呢长右上滑是截屏 长右下滑是打开你的视频拍摄 当然了这是我自己的一些设置啊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样子 但实际上呢这里有非常非常多的功能可以去选择 每一个都是可以单独选择的 但你要记住啊 这个选择完之后你要多用一用 不然几天就忘记了 那在这边呢是可以控制 它这边触控区域的大小 它这个位置大小 比如说我现在可以看到这里分为 蓝色的和黑色的区域嘛 黑色的区域呢是不会触发 这个Win-Hour Brush里面的一些动作的 那么这边也可以控制一个 它的位置的高低啊 然后滑动的长短 你拉的越长它才会越去出发 等于说去调整一些它的敏感度 在高级设置里面呢 还可以去改一些它的一些动画 目前是有三种不同的动画 一个是箭头 类似像这样一个箭头 还有一个长箭头 还有一个是曲线 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个曲线的 然后曲线呢 你可以里面有一个颜色 比如看到这里是甜的蓝色 这样子是甜的黑色 之后呢 箭头颜色还能做自定义 然后还有个轮框 可以看到我现在是黑的 再加上蓝的一个边框吗 非常多的可以自定义的方式 去可以玩 当你学会这三个不同的方式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通过一只手 去完全掌控 你的手机的多数的功能了 是不是有学到一招了呢 关注亮哥带你每条 这些新的三星手机 使用小技巧 请订阅